停一拳 碰上人家不配合 用这一招就解决了 我一招就解决了 外面呢 这个老友说 是不是说我会不配合你 他们就从来没想过 那我不配合呢 我之前老是演示这样的距离 等于这样的距离 有效的距离可以最远可以达到5米 那如果很多人看来就说 就这 我一招就解决了 很多人就觉得 做好准备在5米外等你过来送就好了吗 万一我不打 那你怎么办 像隔了这么远 你这伸胳膊伸腿的也打不着我呀 那不成了我在5米外等你上门了 哈哈哈哈 而且呢 在你从5米外 向我并进去过程中 我可以在任何一个距离内发动进攻 比如等你到两三米的再打 也可以等你到跟前了再发动进攻 总之可以根据状况随时做出调整 而如果你做不到 离得越远 我的主动权就会打 讲解呢 就是 给大家就是说 展示某一种场景下 可能的预队方案 那我可能这样做 也可能不这样 也不这样做 这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 对吧 像这种剑穿也好 步伐也好 它更多的是展示一种 我这样子这一脉的一种大发的特色 这段课程现在已经开始上线了 如果你想跟我一样 那么你可以现在开始关注我 然后在评论区回复33正报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发给你 在这么远的这种极限距离之下 它可以做到这样 仅仅是一种能力的极限的展示 但不是说我见谁 我就一定要在这个距离内发动进攻 类似的还有 你过来我就是一个直拳或者一个摆拳 就在以前的视频都讲解过 这都是把人家想简单的 所以当你对别人说 我不配合你怎么办的时候 那你没想过 别人也会对你说一句 那我要不配合你 你怎么办呢